它的馬鈴好肥好厚 油脂非常足夠 又非常的鮮嫩 300塊油澡 就可以吃到這麼新鮮 這麼好吃的馬鈴飯 它還滿好甜 跟這個冰 跟這個奶香 化特蘭梅這樣子融合在一起 我太幸福了 這個豆腐真的太好喝了 我覺得它真的比牛奶還好喝 還有他們的配料也很用心喔 夏天如果不想吃正餐的時候 來一碗豆花其實也剛好 小便愛氣頭了 今天來到節日東門站 在這邊有各式各樣 包羅萬象的美食喔 不管是異國美食 還是傳統小吃 通通都吃得到 會不會告訴大家 在這裡的巷弄裡 有超多日式料理的 走在這裡我就感覺我 好像自己來到了小京都耶 快點跟著我 一起來一趟小京都之旅吧 Go Go 看看我眼前這一碗創意冰品 天啊它長得太像樣品冰了吧 這個乳白色黃色還有紫色的藍莓 聽說它有一個秘密武器喔 哇 哇天啊 這個湯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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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得好厲害 而且我到現在已經聞到 好多焦糖的香氣 還有那個奶香 哇 謝謝老闆娘 現在就是看冰的味道 嗯 一開始啊 吃到的是濃濃不雷的奶香 接著是芒果的甜味 但是因為它還加了藍莓 酸度跟口感並不會那麼單一喔 酸甜酸甜的 旁邊還有這個 檸檬含天 這個檸檬含天啊 可以讓它變得更解渴 可以稍微解掉這個布雷 還有芒果的甜味 我們裡面還有新鮮的芒果 你來吃吃芒果 嗯 那個芒果好甜 而且一咬芒果裡面的水分 就完全沖出來 跟這個冰 跟那個奶香 這個藍莓這樣子融合在一起 我太幸福了 鳳梨家人在冰裡面 還是保有那種Q彈Q彈 彈牙的感覺 吃完超人機芒果冰 他們家還有一道消暑 五聖品 它旁邊還有一個美酒耶 把美酒淋在這個 很像雪白聖誕樹上的爆冰 哇 趕快來試試看 這個冰裡啊 有紫蘇的香氣 菇梅煙燻的味道 還有酸梅的酸味 好消暑好捷殼 在臉上淡淡的美酒香氣 喔 愛玉耶 這完全是一碗 可以喝光光的冰品耶 太適合夏天消暑了 如果芒果太甜 想要來點捷殼的 煙燻煙絕對是我們的最佳選擇 太豐盛了吧 我的天啊 看看桌上的料理 老闆太熱情了 聽說它的 鰻魚飯特別厲害 而且CP值特別高喔 他們有三種選擇 A B C三種 我是選擇精緻沙拉的套餐 但是啊 如果大家只想要單點的話 300塊油炒 就可以吃到這麼新鮮 這麼好吃的鰻魚飯 是不是超級划算 不要以為CP值特別高 用料就隨便 沒有 這裡的用料還超級講究 聽說這裡的鰻魚啊 是特別選用 從鰻魚的故鄉 雲鈴而來的鰻魚喔 哇 好香喔 看看這個色澤 這個鰻魚啊 是經過非常長的時間 費時費工才能烤出 這麼漂亮的顏色 要反覆地刷上醬汁 反覆地翻面燒烤 才能有今天這個油亮亮的鰻魚耶 嗯 它的鰻魚好肥好厚 油脂非常足夠 又非常的鮮嫩 加上它的醬汁啊 跟白飯的比例剛剛好 再來我要試試白燒鰻魚 白燒鰻魚 可不是每家店都有的喔 人家都說 新鮮的魚才敢停車 當然要好的鰻魚才敢做白燒 嗯 白燒鰻魚啊 更能吃到鰻魚的油脂跟鮮味 它完全都是原味的鰻魚下去烤 然後鰻魚的油脂會反覆滴在魚肉上 所以更能感受到鰻魚的那個 油脂逼出來的感覺耶 好厲害 好好吃喔 除了鰻魚之外 還有一個很厲害的東西喔 招牌海鮮豆 你看你看你看看 大家看到這上面我隨便一數 就發九種生魚片有耶 太誇張了吧 重點是這樣只要320塊 什麼有鮭魚啊 有新鰻 甚至還有干貝竟然只要320塊 難怪是這裡的人氣料理 而且我聽老闆說 他們的生魚片都是每一天 從東港現撈的漁獲 看看這個鮭魚 它切得好厚喔 然後看看它分布的油花 是不是超級漂亮 我的天啊 一吃到嘴裡啊 這鮭魚的甜味跟鮭魚的油脂 就直接在我的嘴巴裡爆開耶 好Q好嫩喔 我真的太幸福了 我的天啊 鮭魚旁邊還有一個很厲害的 東港鮪魚 他們的鮭魚很軟很Q 但是一點都不爛 不會吃到那種爛爛的口感 完全沒有喔 它很軟很好咬 但是又保有魚肉的彈性 接著慢慢的鮭魚的鮮味 會慢慢的散開在嘴裡 不愧是從東港來的鮭魚 老闆特別跟我推薦 他們家的炙燒新鰻 這個炙燒新鰻 跟我們剛剛吃的烤鰻魚 完全不一樣喔 炙燒新鰻更甜一些 而且嘴巴輕輕的一抿 就會直接化開耶 難怪老闆跟我特別推薦 他就是完全很細緻的 心滿的口感 這個也很厲害 當然我們一定要吃 酸人片丼飯嘛 一定要吃它的米 鮭魚軟 然後加上粉紅色的七味粉 太幸福了 最後一站我們來到了二級生豆乳 我剛剛在店內走了一圈 就已經聞到濃濃的豆香味 而且還發現店裡堆著 一袋又一袋 加拿大飛機改的黃豆耶 好香 好香 這裡的豆乳一定特別厲害 趕快來吃吃他們的豆乳豆花 旁邊附了一杯豆乳 可以讓大家自己倒下去 哇 他們的豆乳啊 豆香味很濃很濃 可是完全沒有生豆味 那像我今天選擇的是無糖豆乳 再加上他們的配料也很用心喔 老闆為了大家健康著想 特別啊都是選用 只有一次新加工的食材 像是我今天挑的 綠頭花生或是紅豆綠豆 堅果醬的食材來做搭配 豆花口感紮實 可是吃起來又讓我覺得 有像在吃布丁一樣滑溜溜的感覺 豆花也分有兩種選擇喔 一種是傳統豆花 一種是日式豆花 差別在與口感的不同 像我比較喜歡吃口感紮實一點的 所以我就選擇了傳統豆花 喜歡吃布丁口感的朋友 就可以選擇他們的日式豆花喔 但是其實不管是日式豆花 還是傳統豆花店裡都有一個 秘密武器喔 將將將將將 店裡有烤黃豆 烤黃豆加在豆花裡面 或是什麼味道啊 我要來試試看 黃豆咬下去會有 淡淡的烘烤香出來 我覺得很特別耶 夏天如果不想吃正餐的時候 來一碗豆花其實也剛剛好 然後…來到豆乳店 我怎麼可能不喝他們的豆乳 我剛剛在選的時候 我簡直選擇障礙又上來了 因為他們太多太多口味 像是什麼可口口味啊 花生啊 芋頭 抹茶 甚至還有優酪口味 幸好老闆很貼心 這邊也可以提供適合的選擇喔 大家可以試喝完之後 再決定自己喜歡什麼口味 像我今天點的就是 堅果豆乳 它好香濃耶 它濃到你跟我說它是牛奶 我也相信 它有很香很醇的豆味 喝起來是屬於濃稠感 比較多一點的 然後像我今天學的堅果口味啊 就是直接用大杏仁果 下去跟豆乳一起打 所以喝起來口感非常細緻 非常綿密 堅果完美的融合 在這個豆乳香裡面 哇 這個豆乳真的太好喝了 我覺得它真的比牛奶還好喝 而且它甜度不會太甜 熱量也不會太高 太適合想要減肥的朋友了 我在上班啊 早上的時候 來不及上班 我來不及吃早餐 來一杯這個豆乳 超級合適 今天走了一趟永康街 有沒有跟我一樣 像是來到日本的感覺呢 大家有空啊 可以在這邊的店家 這邊的巷店尋寶 看看有什麼好吃好玩的 可以在留言上面告訴我們喔 下班夠放吧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